各位亲爱的媒体朋友大家午安 谢谢大家早期参与我们身上直播 还有今天的媒体体验会 那么首先先让我来为大家介绍一下 这个产品α7C的市场定位 还有Sony对市场的观察 目前的相机使用者里面有55%的非全片幅 单眼相机的使用者都想要升级全片幅的几种 但是为什么不升级呢 我们也访问了APS-C的使用者 因为尺寸和重量是他们最大的痛点 所以他们放弃了升级全片幅 第一次购买数位相机就升级 就直接购买单眼相机的使用者呢 α7C有百分之快要20% 然后640有百分之38% 会要百分之40%的比例 都是第一次就买了单眼相机 所以这些第一次就购买数位相机的人 对单眼相机的品牌是非常重要的客户 那我们在观察 然后也访问了Instagram或是YouTuber这种创作 动静态的创作者 我们也询问他们现在正在使用的机器 大概有73%的人 现在还用智慧型手机来拍摄 那这些73%的里面呢 其实有54%的人是非常想要升级他的装备 让自己的影像质感更好 所以为了因应以上这些Sony对于市场的观察 本日上午我们就公布了这个新的概念的α机种 好这个新概念的α机种叫做α7C α7C 轻巧全片幅 那么这个C代表了什么意思呢 C代表了compact 轻巧 casual 就是你很轻易的就可以随手拍出完美的影像 creative 甚至让你发挥更好的创意 cool 它甚至是一个很酷顺的产品 然后呢 我们希望它可以引领一个单眼全幅的一个culture 的一个摄影的文化 让我们的使用者可以随时随地的享受高质感的影像美学 那这个就是α7C我们新的概念 那么α7C加入Sony全片幅的阵容以后 我们会有高阶的α9Mk2 α7R系列 这些给专业影像的工作者使用的机种 那还有α刚才发布的α7S3 录影的专业机种 然后还有当然给玩家的α7S3均衡的全方位机种 那α7C轻巧全片幅加入了这个产品线以后呢 我们希望可以推广全片幅的单眼给更多的消费者更多的客户 来使用全片幅单眼机种 那这个就是α7C我们的开发概念还有市场定位 那接下来介绍它的详细规格以前呢 我们要继续的讲说它的概念是轻巧辨息 但是我们不牺牲任何的功能 所以它包含了所有α7S3的完整的全片幅性能 而且它不论是在静态的影像或是动态的录影规格呢 我们都把它做到最好 第一个当然是我们还是要强调说 它是一个世界最轻巧的全片幅性能的相机还有镜头系统 那这个世界最轻巧我们是针对内建五周防守的 光学影像稳定系统这个的功能的所有的全片幅单眼做的调查 我们是世界最轻巧的全片幅 那它有多轻呢 跟α7S3比较它的单机轻了百分之二十左右 那它只有比6600重了一点点 它重了一克那它的体积稍微大一点 因为它有内建五周防守症 而且它是全片幅的其中 那搭配镜头的话更不用说 因为我们搭配了一个今天也公布的2860这颗KIT镜 加起来跟原本的α7S3的K组合嘛 就是2870的这个镜头 比起来大概可以轻到百分之三十 所以跟自家的产品比起来 它是一个比较最轻的全片幅 那跟油厂比较呢 因为这些都是公开资讯 所以我可以这样比 那α7C我们如果单机比较的话 比起油厂我们大概都可以轻到百分之二十五左右 那如果加上它搭配的KIT镜的话呢 再度强调2860是一个为了最轻巧 然后兼顾对焦影像品质的一个新开发的镜头 所以搭配了KIT镜以后 那甚至可以轻到一半左右 所以跟油厂比起来我们的尺寸还有体积 都是一个最轻巧的位置 那为什么可以达到这个最轻巧的全片幅影像的单眼相机呢 第一个我们新的五轴光学以上纹性系统是新开发的 所以新的结构可以让它可以更轻巧 再来是它的单壳结构 它单壳结构是什么呢 就是常常用在一些飞机啊太空梭上面的 就是一个镁合金的单壳机构 然后我们也把它放到这个机身的设计里面 然后再来它的小型的快门也是跟Alfa 73不一样 它是一个新开发的元件 我们用了轻巧的电池驱动快门 然后来使它的快门最轻量化 当然那个机身里面所有的机械设计还有结构设计 电路等等的我们都是考量到了最轻量化 还有最轻巧化来达到一个最好的设计 好所以以上这些新的技术呢 可以让我们的机身结构更轻巧 但是这个轻巧的机身在画质等等的影像上面 其实跟Alfa 73是完全是同一个等级 像是D-Zachine的范围 还有15级的动态范围 那其实都是完全没有缩减的 好然后接下来我们要介绍这个外形 今天大家应该有在那个直播上面有看到 那我也帮大家介绍一下 好Alfa 7C呢有两个配色 第一个是我们主打的银黑配色 然后这个是搭配了16 对不起2860的KIT GIN的大小 大概是这么大 所以我单手其实就可以很轻易的把它举起来拍照 好 然后我们有两个机身配色 我们现场都有展示 然后等一下各位媒体朋友都可以到二楼 去详细看看他们的配置还有配色 好以上是机身设计还有尺寸体积最世界最小的这个介绍 接下来来介绍一下它的性能 第一个当然是我们Alfa A7系列最副盛名的它的对焦系统 它的对焦系统基本上是跟Alfa 73一样的 然后呢还加入了即时眼部侦测自动对焦 人眼动物眼而且可以选择左右眼这个Alfa 7 R4以后比较近期的机种 所采用的这个功能 还有即时追踪这两个新的对焦功能呢 我们都把它放到Alfa 7c里面 然后在连续拍摄的等级上面呢 一样可以达到Alfa A1每秒10连拍的登机 那这个也是谢谢我们新的快门结构 所以才能达到的 那缓冲甚至可以超过Alfa 73 那通常如果我们要将一个相机做到轻量化 第一个牺牲的其实就是电池 可是我们这个机身呢 一样可以相容Alfa 73的电池FZ100 所以可以达到一个最大的电量 因为它又比较轻巧 所以它在电池的耐力续航力上面 其实是Alfa机种里面 比较表现前段版的一个机种 然后再来它的机身五轴 影像稳定系统跟Alfa 73一样 是五级的稳定系统 那是新开发的元件 其他的进步的功能 像是连键功能 因为与时俱进 所以这个机种呢 可以用使用5G的频宽来做连线拍摄 然后前面第二个我们介绍了对焦性能 还有其他的拍摄性能 那接下来我要为大家介绍的是录影的性能方面 那这个色彩重现呢 我们针对肤色花朵颜色等等 我们都有重新调教过 那也是比较新的机种 我们新的色彩重现的技术 我们也把它放到Alfa 73里面 好然后再来刚刚有讲到即时眼部自动对焦 人眼还有即时追踪录影的功能呢 我们也把它放到Alfa 7C 这也是Alfa 7R4以后才有的功能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录影对焦的革新 就是右边这个 细微的AF调整setting 那这个是只有在Alfa 73 Alfa 7S3 就是最新公布的这个机种 才有的细微的AF调整 就是自动对焦变换速度7段 还有自动对焦主体灵敏度的5段 那这个我们Alfa 7S3的录影功能 我们也把它放到Alfa 7C里面 好然后接下来要介绍了两个 比较大的不一样呢 是第一个当然它可以看一下 它的半转萤幕是最新的侧翻 视多角度翻转萤幕 这跟Alfa 7S3是同一种的角度的翻转萤幕 所以它在取景的时候 我们可以有更大的自由度 还有录影按钮的部分 我们也做了更正 因为我们想要让更多的录影使用者可以使用 我们把录影功能的录影的按钮呢 放到机种的最上方的位置 所以可以很大很看到一个很大路径 所以我们在上 比如说稳定器的时候 那录影的时候会更方便使用 好然后因为它的体积很轻巧 所以它可以搭配更多的不同的配件 像是手持稳定器或是空拍机 或是在对一些无线拍摄的配件的时候 它的自由度都是更高的 所以在拍摄影片上面会有更多层次的表现 好那最后一张呢 我们是要介绍它跟Vlogging的关系 我们第一个就是它可以接 它的那个MMI智慧型配接热靴 现在支援数位音频界面 那这个数位音频界面就是Alfa 7R4以后 才有的数位音频界面 所以它可以完美的跟我们的数位麦克风ECM-B1M 可以完美的搭配不用接线 好然后它的翻转萤幕当然是可以让Vlogger可以自拍的更方便 那还有一个最近革新的功能 就是我们可以使用Imaging Edge的Webcam直播的功能 那Alfa 7C也支援直播的Webcam功能 这边呢是我们手里新的一个功能叫做Image Edge Webcam 这东西是什么呢 就是可以进行直播的 你可以直接电脑连相机 就可以进行直播 只要在电脑上安装这个 那今天呢我们有准备YouTube的QR Code 所以各位媒体SIM 各位媒体朋友们可以直接拿起手机 扫了QR Code 你就可以直接看到现场的直播画面 YouTube 那怎么去设定呢 其实非常简单 设定的方式呢 只要使用这个OBS 这个软体 这是公开免费的 免费的直播软体 然后下载下来 然后呢在电脑上安装这个软体之后 我们新增一个视讯截取的装置 新增之后呢点确定 然后这边呢装置下面就会选择 第一个是我们原本电脑里面的摄影机 第二个呢就是我们安装好的软体叫Sony Camera 这时候选择进去呢 我们就会在画面里面看到直接是一个直播的画面 然后我们要怎么去直播到YouTube上也很简单 只要YouTube开启直播 然后在YouTube串流的地方 选择这个数字金钥 数字在我们这个OBS里面呢 按一下开始串流 这时候呢直播就开始 是相当简单跟便利 所以这时候我们就可以看到 画面里面 就会有Model 在看书翻书的样子 主要的规格比较 跟我们既有的α7 3 还有α7 4 有哪一些的不同 好 尺寸重量的部分α7C 当然是在一个最轻巧的部分 重量有大幅的缩减 那影像品质呢 原则上是跟α7 3 完全是不相相下的 自动对焦速度 α7 3其实是颇复盛名的 那我们把他的对焦速度 还有表现当做标准 甚至还包含了α7R 4 以后的这些先进的即时追踪 即时眼部政策自动对焦 这几个功能呢 加到α7C里面 所以他的对焦功能 是集了最新的对焦技术 在小小的机身里面 那录影也是一样 甚至除了继承了α7 3的功能以外 他可以把数位音频界面α7R 4以后 机种才有的数位音频界面热靴呢 把它放到这个机种里面 好 然后其他像是我们 多加了侧翻式的多角度LCD 还有更大电量的使用 然后更长的录影时间这些 都是α7C 比较有优势的地方 好 这是跟我们既有的机种来比较的表 好 以上就是α7C的产品定位 还有主要的规格介绍 接下来让我为各位介绍 简单介绍一下α7C搭配的2860这个Key径 这个Key径呢 最大的特点就是线性的对焦马达 那线性对焦马达 其实大家应该知道 就是只有在GM镜头 或者是高阶的G镜头上面 才会放的一个比较新的对焦马达 所以他可以配合α7C 比较快的对焦速度 还有连拍速度 做最好的搭配 好 然后讲到镜头 我们就要再强调一次我们的完盲完美一环 就是说我们从α7C的机种开始 到最高阶的专业广播集的机器 我们都用同一个一阶环的这个平台 所以让这个平台可以让我们使用最大的镜头群 然后来发挥不同的拍摄的效果 以上是镜头的部分 接下来为大家介绍的是 伴随α7C上市以后 跟它搭配最完美的一个新的闪灯 叫做HVL-F28RM 那这个机种最大的特点呢 当然是它的体积 所以可以看一下跟F45RM的体积相比 F45RM大概 F45RM大概是F45RM的一半而已 但它出力值还是可以到F28 那其实它的那个无线的通讯功能等等 都没有做任何的缩减 还是可以做完整的离散的动作 那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没有写在这上面 就是说它如果 它如果跟α7C一起搭配使用的时候 搭配脸部侦测的功能 它可以针对人脸做最自动的出力调整 所以就是拍摄人脸的时候的肤色会是最自然的 那这是一个比较大的特征 好然后最后一个呢 要为大家介绍的是新的转接环叫LA-EA5 那LA-EA5的开发呢 那第一个是为了轻巧 第二个是为了要发挥Sony一接环机身 最大的对焦还有连拍能力 所以你们可以看到LA-EA5 它支援了就是所有的就是高速连拍对焦速度 等等的这些功能 那支援对焦能力和高速连拍的机种支援的就是 从α7R4以后 α9R2以后 这些最新的机种我们都有支援 就是10连拍那6600可以到11连拍 好这是今日所有的产品介绍 好那接下来大家最care的一件事情就是 α7C到底多少钱呢 惊喜价就是我们单机身银色黑色的建议售价是50980元 那搭配标准镜头组合就是2860的这个叫做α7CL 599的标准镜头组是59980 59980元 那就跟α7III是一样的 好然后我们同步会上市一些其他的组合 标准接拍组合是配合35F1.8F 广角风景组合是20F1.8G 标准旅行组合24105G 这三个是我们的标准其他的组合 那可以参考一下他的售价 那其他镜头配件的售价跟上市时间 也可以请大家参考一下 好以上是本日所有的机种 然后还有建议售价上市资讯等等的介绍 谢谢大家今天的光临 那希望大家可以享受等一下的试用的时间 谢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